準備 準備 工作之前其實都很怕小朋友 因為其實都覺得自己控制不到他們 他們又會哭又會扭計 作為一名護士 90後的柏橋每日要處理很多病人 包括小朋友 但令他克服對小朋友的恐懼 原來源於遠方一個陌生的孩子 第一次見到小朋友的時候 我是忍不住哭的 因為覺得那個感覺好像失散了很多年 之後真的可以見到第一次的感覺 柏橋2014年開始出來工作 同一年他在同事的鼓勵下 再養了第一個小朋友 基於一份好奇心和對旅遊的熱愛 他在2016年決定去格魯吉亞旅行 探望他的助養女兒 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小朋友 真的很小顆 和他相處的時間 大部分時間都是畫畫 因為我小朋友很喜歡畫畫 有人說愛是陪伴 而承諾令愛更有份量 其實第一次之後 我都和當地的職員做了一個承諾 就是說 之後我一定會再回去 去年2018年的8月的時候 就選擇了第二次再去 這次第二次去的時候 就和宣明會那邊溝通過 希望可以在他生日那一天 就和他搞一個生日派對 到他下車那一刻 除了見到我生日派對 準備好的東西 見到一單的朋友 還有我就站在那裡等他 我會覺得整個準備 是真的很圓滿 有個小朋友都和我分享過 他覺得助養者是一個天使 當我們寫信給他 或者寄相給他的時候 他真的知道 有一個遠處的人 真的去關心他們 可能想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發生什麼事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安慰 去探訪之前 其實我會有一個很膚淺的想法 究竟其實捐了些錢 是不是直接落了小朋友袋呢 但是當我去完這個探訪之後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的簡介 其實都會知道 他們每個月的一些捐款 他們怎樣把一大筆錢 去做不同的事情 例如建幼稚園 或者做一些養蜂牆 令到他們的生計 可以自力更生 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令到可以自己賺多些錢 人與人之間有很多種關係 但得很少人會為你留下深刻的影響 助養者與助養孩子生活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但卻因為一份愛 改變了彼此生命 真的助養這件事 會覺得自己好像會多了個身份 你真的希望會看著一個小朋友成長 雖然聽起來責任好像很大 但其實很簡單 你每年寫一封信都不是很難 但你真的令到他們很開心 還有可能你每個月 捐到出來的錢 其實又不是多 那為何不做呢